上回他能躲过这一劫 这回是完全完大了 所以他这回禁锢的四十也是非常严的 说到文科的这里面 我要想起我的两个朋友 都在北京 一个是王可春 他们家三兄弟都是画画 他的大哥就画一些很喜庆的题材 王可伟就画一些古代的战争场面 大一桶的江山这些画得很大 我去他的别墅看过 很受欢迎 经济上收获很大 台湾的一些集团都去买他的画 放在写字楼 他的弟弟叫王可春 他跟我讲 王可春说我的一时梦想 就是等我两眼闭的时候 我能画五百个普通的中国农民 那么他画的油画也很大 一幅油画的成本也很高 油墨 时间 他过得很清平 带个小相机 全中国到处去走 去看那种最真实最苦的农民 把他们画成油画 然后有人就官方的间接来说 你画个刘阳格 画个丰收 不就美鞋了吗 王可春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的 他们不敢 这个违背我的艺术追求 另外一个朋友 姓长城可永 摄影是非常好 也是我摄影的老师 很多人都拍中国的长城 他也拍 别人拍得很漂亮 他也拍得很漂亮 但是我这个老师 还有一个工作 他一到节驾的时候就开着车 去长城被破坏的地方 很偏远的地方 用黑白相机给他真实的记录下来 一年破坏一点 一年破坏一点 就是我们刚接触的时候 因为中国摄影也是一个 附庸风雅的事情 大家说中国美术协会 那个老师说 这个不是人呆的地方 就真正爱好摄影 真正关注民生 关注中国大好和珊 爱这个和珊的摄影家 根本不缺于 什么官方的艺术家协会 从来不参加他的任何活动 这就是说在中国 如果他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画画或者摄影 或者做文学上文科的事情 那么他和主流的官方 是背道而驰 过得很新品的 好 谢谢王先生 我们现在请接一下 深圳贾先生的电话 贾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听得清楚吗 很好 请讲 你好 你好 这个共产党啊 共产党每一个细胞里面 都流着邪恶的龙 我们我觉得 这讨论共产党的这些东西 这个说起的太多了 围要这个主题呢 看中国的教育 从来了毛泽东之后啊 中国的教育就一塌糊涂 到了江泽民 到了朱文西这个年代呢 中国的教育变成产业化之后呢 这个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就摧毁了中国的教育 今天呢 我觉得我们讨论共产党的邪恶性这个问题啊 已经必要性不是很大了 对中国人民来讲啊 就是我就不讲海外的这个人了 就是在大陆来讲呢 这个消灭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成熟了 现在我们应该重点讨论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 啊 建设我们新的中国啊 呃 我自己呢 长期也在思考 如何消灭共产党啊 这个呢 首先是从社会基础看 从思想领域看 中国消灭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成熟啊 现在就是如何去消灭共产党啊 前几天呢 我在网上看了一种叫激光 手持激光器啊 这个发射的距离可以达到一百多公里啊 这个能量可以达到 呃 阳光照射能量的八千多倍啊 然后呢 穿过墙机之后就都能够把纸都能烧着啊 曾经我以前也关心过所谓的这个微波发射 我就想象呢 如果用怎样的武器啊 能够武装上一千人两千人三千人五千人的话 我就可以立马占领深圳寺 立马可以占领广州寺 只要我的广州寺深圳寺能够坚持下了一个月时间的话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落场就起来了啊 共产党的末日已经到了 好谢谢 谢谢深圳的蒋先生 嗯 呃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呃 因为刚才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 那个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回应一下 我们现在回过来 这个呃 海外的报道呢 《豪尔街日报》有两篇 其实有第一篇呢就讲的这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他紧跟着就讲到 就是说现在呢 因为中国的教育系统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就很多越来越多的有钱的人呢 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海外去学习去 那么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强国 而且现在是有那么多钱 又要救这个美国经济 又要救欧洲经济 但是呢 是一脉相承 就专专业设置 还有市场需求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高层考虑的问题 他们完全知道这个教育的部分 这个教育就是一场戏一样的 就是糊弄老百姓 他把它产业化了嘛 就是用它来榨取老百姓血汗的一个工具 养肥那些知识精英 然后再充实自己的党库 那么高层人士呢 对这个中国的教育也是不屑一顾 虽然表面上教育每次都是 他开人大口口声声的一个要重点发展的这个领域 实际上他深知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呢 的确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跟他的所谓的经济大国地位是毫不相配 其实也是相配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经济大国 但是他自己吹起来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所谓的中共参观 利用这个把自己送往国外读书这个机会呢 来洗钱 因为你到把自己送往国外的话 一年度折也几时 也有大概十万美金这样的样子读下来 这样的十万美金的这种贪污的钱 也就会洗掉了 那不就用掉了吗 也就用掉了 对啊 就是脏钱就洗掉了 而现在呢 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有钱人呢 他们是就是从良心出发 觉得中国的这个教育呢 是一个将刚 他不愿意让孩子 在其中接受各种污染 因为学生在学校呢 学不到任何真实的本领 像一个小社会一样 同居的现象 各种巴结领导 各种事情的事都有发生 所以说他们 现在又感觉到 中国有这种所谓分蛋糕 还有发蛋糕 做蛋糕这个感觉 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财富呢 自己通过自己劳动货的财富呢 有可能将在新轮的这个左派上的台的浪潮中 会不会冲掉 不稳定性 所以现在不光是一个留学潮 还有一批富人的移民潮 现在有很多华尔街日报 还有别的媒体做了一些报道 就是大概有70%的人 如果是没有计划移民的话 就已经移民了 在中国 你指的是富人阶层 在富人阶层 这个前面有这个报道 这个是在这种大环境底下出现的一个现象 另外一点就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最高层人士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 这个我觉得是实际上是中共高层对自己的前程没有信心的表现 很多人把它解读为中共高层开明 或者是有意培养自己下一代的表现 让他们在海外接受教育 实际上我觉得恰恰想法 他们现在这批人对自己的前程心理根本就没有输 一方面他们是把资金移到海外 这个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这个华尔日报最近也做了专门的报道 他就是TV 在澳洲买了 在澳洲 曾伟在澳洲和同他的妻子 好像是一个舞蹈演员 原来的舞蹈演员 买了一个在澳洲被当地作为文物保护的建筑 所以他把那个用了3400万美金 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 谢谢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中国的大学专业设置和就业力挂钩的事情 刚才陈教授正在谈他关于太子党 太子党的后代把自己的子孙 送到海外读出了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是他其中他自己心里发虚 对自己的前程没有任何打算 没有这个表现 因为以往所谓的中共党球 高级领导 他都是有意把自己的子孙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红色接班人 到太子党这一代都是这样 有时候把他们不管怎么样 按到自己的体制内 那么太子党后面的孙子党 就像包括曾经红的儿子曾伟 还有我们要谈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这样的 他们现在已经不把在中国国内继续执掌的希望保持下去 他们把他们送到国外 然后让他们过上最富忧的生活 接受英国的教育 或者最好的教育以便将来可以把财产继承 然后在国外有一个安身落脚的地方 这是我觉得他们内心发虚的表现 这也是刚刚才那位观众 刚才深圳讲先生提到的 在国内现在打倒共产党 共产党走人的思想基础 社会基础是完全成型的 比如在曾经红这个例子上 我们看到他做的是非常张扬的 他儿子曾伟也就是四十来岁 在澳洲花了三千四百万美金 折合起来这么多的钱 把当地的一个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建筑给推掉 想推计划没批准 没批准打了官司 所以现在在澳洲被了案 所以任何的数据 这个情况非常详实 可以公诸于众 照片什么都是存在的 现在好像还是推掉了 因为他最后说中了周围的民众 说可以把它推掉官司 可能有这个计划 但他准备用了五百万 再盖一个新的豪宅 那么所以说华尔街日报的这个事情 也就是非常的关心 他们做了很详实的调查 发现他们在国内实际上 也没有正经的这种商业背景 来支撑他们有这么大的资产 他的太太一个原来舞蹈演员 在一个就职一个 有很深关系的这种公司 可能是模特或者是 那么一个类似的艺术公司 那么折合一下他的工资 也就是一年的话 12万8美金这么个数字 那差很远 那差很远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在薄瓜瓜的事实上 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情况 其实他的引力可能要更小一点 他是通过教育这种方式 而在海外联姻 他跟现在原来中共的领导人 陈云 孙女儿 陈小丹 现在在哈佛谈恋爱 另外还有所谓 习近平的女儿 也在哈佛 他们都把他送到西方最高的学府 习明泽 对 习明泽 原来是浙大 在浙大读 他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 给他弄去的 那么他们在海外 在薄瓜瓜的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收入和这种家庭背景不对称的情况也是非常的明显 因为他从小一路上来 从薄西来当那个从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都是上了最好的豪华的海外的教育 那么在英国他上了哈罗公学 那是丘吉尔读书的地方 那么然后他又后来又上了剑桥 他自称拿了奖学金 但是后来有人去求证 可能是属于子虚不有的编造 那么就像他在哈佛大学上学之前 他的所有教育费用 有人算了一下 人事华人日报披露的话 达到60万美金 这笔钱作为一个表面上是人民公普的中共党官是怎么拿出来的 这个这也是一个悬案 那么现在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就学 一年生活费加上学费又是7万美金 这个钱从哪里来的 现在就是说中国大众有权利 在考虑自己的大学专业设置的同时 考虑一下设置这些专业的人 决定这些做这些决定的人 为什么把自己的子你送到海外 而他的钱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 好我们先接一下三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加州的李先生 加州的李先生 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想中共害怕了 他怕什么 怕失业率过高 最近这个世界